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四小黑屋 错是popping sea 王一博选到Nelson 这 就是街五四邀请了王一博 韩庚 刘宪化 张一星担任队长 节目赛制跟以往不同 参赛嘉宾人数有所减少 队长选人环节也做出调整 小黑屋环节开启后 每位队长可以邀请四位舞者加入自己战队 如果出现重复 就由舞者进行反选 王一博 韩庚都选择了Nelson 此时Nelson就可以从两位队长中 选择其中一位 韩庚在抽盲和环节 把锁定卡给到了Nelson 并且趁Nelson是第四季的冠军 Nelson在街头争霸赛的3V3 Battle 跟最可合作的帅战 以及积分战跟亮亮 IPUKI AC的Battle 他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成为队长眼中的香波波 第四季节目中 韩庚的号召力有所提升 凡是被他选择的舞者 几乎都会加入他的战队 但是面对Nelson的时候 韩庚却希望他加入王一博的战队 因为一波王闸战队的风格适合Nelson 王一博也如愿选到了Nelson 张一星邀请了黄霄 乔治 Popin C Kenken 四位舞者没有被其他队长选择 顺利加入弧星武器战队 黄霄 乔治本就是弧星武器的成员 张一星对两人比较了解 Kenken是非常出色的编舞师 也是张一星街道的舞者 Kenken无论是街头争霸赛的5v5现实编舞 还是在融合战编排的赤兔 他的作品都非常出众 在节目中难有败迹 这也是张一星选择他的原因 张一星在抽盲盒阶段 选择了GoGo Brothers 如今却邀请Popin C加入战队 这让其他队长意想不到 尤其是曾经选择了Popin C的刘宪化 刘宪化作为新人队长 首轮小黑屋就错失良机 第四季小黑屋赛制有所改变 队长可以主动邀请四位舞者加入 舞者只有同时被多位队长选择时 才有反选的权利 队长也会好好利用这个环节 邀请强者加入战队 刘宪化以为Popin C会加入自己战队 没有想过其他队长也想要Popin C 张一星没有选择GoGo Brothers 却邀请Popin C加入 这也是考虑到接下来的预演战 Popin C可以搭档乔治 两人在二对二不限五种战中合作 这样的阵容也非常适合五人起舞Battle 流线化措施Popin C 准备邀请的AC 最可 Ibukey都加入了态度大师战队 刘宪化首次担任队长 了解的舞者不多 他的选择范围也很小 除了首轮邀请的三儿 之后又邀请了卡卡 韩宇 琢琢木智赫加入战队 尽管没有在第一轮如愿 但这样的阵容同样令人期待 队长先行选择四位舞者 尽管这些舞者没有主动选择的机会 但节目组增加预演战 让舞者有更多表演机会 新队长也可以通过这个环节 提前熟悉小黑屋 如果此时组建战队 刘宪化作为新队长 他的谈判能力不强 不知道如何邀请舞者舞者加入战队 要知道很多舞者 都是根据队长的谈话后 做出关键选择 刘宪化也会吸取经验 在组建战队的第二阶段 邀请新仪舞者加入战队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